酸爽开胃,既是汤又是菜,特别适合夏天没胃口的牛 锅中烧油,油热下入葱姜末爆香 倒入切块的西红柿,翻炒出沙 接着下一大勺这个番茄火锅底料,大火爆香 带番茄软烂,下入一大把金针菇 加生抽,蚝油调味,盖上盖子,焖煮10分钟即可 最后接盖用勺子翻拌过匀,撒上一把葱花点缀 这浓浓的烟火器,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 麻婆豆腐,麻辣鲜香,饭饭一绝,胃口瞬间被打开 锅中烧水,水开下入切好的嫩豆腐,焯水两分钟捞出 锅中油热,下入肉末炒至变色,炸酥炸香 之后下入葱姜末,和这个超方便的麻婆豆腐调料,大火爆香 下入适量精水,下入超过水的豆腐 一小碗水淀粉,勾个浓芡,收紧汤汁 最后撒上蒜苗,即可出锅 太香了,赶紧准备几碗大米饭吧 鲜爽弹牙,开胃又下饭的金针菇肥牛,好吃到连汤汁都不剩 先来调一碗巨香的料汁,生抽,老抽,蚝油,淀粉,白糖,和半碗清水 搅拌均匀备用 锅里油热爆香葱蒜,接着下入一大勺干锅红烧王调料,炒出红油 再依次铺上一层金针菇,一个一个的放入超市买的肥牛 再把这一碗灵魂料汁倒进去,盖盖焖煮8分钟 最后,接盖撒上葱花就可以了 古增投来三片瓦,三片瓦是我在古增吃到的 没意外,依旧是被名字吸引的 来块豆腐切成三大块,这就是三片瓦 开水下锅,放瓦片进去煮两三分钟 锅里少油,下爽焦酱,干辣椒,红花繁草 把香味比出来,豆腐掰托,把炒好的酱铺在豆腐上 另一层蒸鱼吃油,焦鱼少的也油就可以开吃了 喜欢吃豆腐的一定要试试,非常有喜悲特色 哈喽呀,铁芝,我又来了,依旧是在下雨 这天气要多吃点肉嘎嘎,贴点秋标,准备过冬 最近爱上吃面食,今天就吃让嘴巴满足感爆棚的红油炒手 焦手线的调料,我打在视频后面 好热好热,赶紧烧水烧水 下焦手洗个热水澡,拿出我的大碗 调焦手灵魂料汁,放蒜末,生抽,醋,香油,红椒油,蚝油,盐 鸡精,红油辣子,来一勺盐汤 拿出大焦手,放到灵魂汤碗里面 酸上葱花,搞定,开放了铁芝们,明儿见 最喜欢吃卤边摊的煎豆腐 今天用烤箱来附K一下 调个酱汁,香辣碟,蒜末,汁烫粉,花椒粉,生抽,蚝油,石油油,搅拌均匀 烤盘上点油脂,豆腐块平铺在烤盘上 铺好后用牙签在豆腐上扎控 用刷子均匀地刷上酱汁送入烤箱 我选择的是上下火180度,烤15分钟 端出来撒上葱花,焙芝麻就可以了 味道是80 很距离餐到六口碎的辣炒年糕 今天来附K一下 味道不能说一模一样 但是好吃是必然的 锅里烧碎,碎开下年糕烫一下 年糕扁软就可以老厨 起锅烧油,下年糕翻炒锅油 放红烧汁,汉式辣酱,烤油,生抽 翻炒锅韵,夹一间煮年糕的水 门吹一下松子儿 再一把笔芝麻,翻炒锅韵就可以出国了 味道很惊艳哦 为什么饭店做的黄瓜脆生生的 而你做的却是软绵绵的 因为你没有做最重要的一步 跟着我来,绝对好吃 先把头尾去掉 放在案板上拍烂再剁成小块 撒上点盐巴腌制几分钟 把黄瓜体内的水分全部逼出来 腌制好的黄瓜粒干水分加蒜末 小米辣,生抽,醋,糖,香油 再来点这个蜜质红油辣子 再来点花生,香菜,拌匀开吃 清脆可口,比饭店味道还好 终于等到想起了下个铃 已经约好在操场的你 夏天真的是闷得刻意 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 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 我为你的笑望远无趣 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 好像吃了加薪巧克力 当我偷偷看你 当我偷偷的想这里 想起神奥的问题 我们越爱心 学求彼此 厨房小北也会煮得很好的 红烧蒜里几次根来了哟 先挑个泽 放红烧泽 生抽 捞抽 蚝油 料酒 搅拌均匀 超过水的几次根倒进锅里 小货煎到表面围坏 放打虫圈 酱片 翻炒均匀 倒入料泽开碎 猪刀则收了差不多一把 放蒜里 打货猪刀收刀 出锅装盘 炸烧被芝麻就完成了 几次根入尔 转离香炉 高快试一下哟 有没有过年就期待着各种炸火的小伙伴 洗干净的大鱼 放蒋片 料酒 虫短 盐子30分钟 再挑个完嫩油炸棉符 往里放鸡蛋 食用油 盐 免粪 啤酒 搅拌一下 把大鱼放进棉糊里面 大个锅 沾上棉糊 油温七成热 下锅炸至凉面 金黄老鼠 搅上香辣蘸料 脂岸粪粉 虫花就可以了 这个酥炸待遇 坚持就是年货记忆中的鸡品了 每次吃火锅笔点的菜 这一锅火锅太麻烦了 直接饱焯了 味道是惊艳 鸭肠 我时提前用料酒 姜片 焯过水的 所以就直接起锅烧油了 宝箱蒜片 姜片 打平串 炮辣椒 仿火锅滴料水 繁草均匀 香味一撒就出来了 鸡捞虾青菜短 青控辣椒短 短绳了就下鸭肠饱炕 仿点集分条纹 繁草鸡虾就出锅 堪称一炙呀 这道白菜火腿豆腐包太治愈了 跟着我做笔肉还香 五毛钱豆腐下锅煎至两面金黄 捞出备用 拎起锅 下入姜蒜小米辣和这个烧鸡公调料 大火爆香 依次下入白菜 木耳 火腿片 最后铺上煎好的豆腐 来几个鞍成蛋 倒生抽 泡油 鸡精 清水没过 盖盖焖煮五分钟 接盖撒上小米辣和葱花 拿肉都不惯的豆腐包 能吃八大碗米饭 酸汤肥牛 算不算国民美食 跟着我在家做 满满一大锅 连汤都不剩 10块钱的肥牛卷 下锅焯水 变色捞出 准备一把金针菇 一颗娃娃菜 铺在砂锅里打底 加一块自己喜欢的泡面 铺上超好水的肥牛 倒入这个 必备的酸汤肥牛调料 加适量井水 盖盖焖煮五分钟 最后 接盖撒上小米椒 一把小葱花 就可以开吃了 酸辣开胃 面条吸饱了汤汁 真是超赞 哈喽啊 有没有吃过重庆 哥勒山辣子鸡的伙伴们 今天我们来复刻一下 缓解对哥勒山辣子鸡的 思念之情 洗净的鸡肉 放葱段 姜片 料酒 烧鸡公调料 腌制20分钟入味 起锅烧油 放鸡肉炸熟 锅中留底油 下炸好的鸡肉 蒜片 干辣椒 拌花椒 葱段 盐鸡粉 白糖 翻炒均匀后撒一把芝麻和葱花 简直完美 快用辣子鸡去征服你心里的川味小哥哥 小姐姐吧 等到曾经清晨闻着 满山天夜的白花香 你的一栋一笑的栖栖 我内心低出青藏楼 我想着你的笑 这盛夏的味道 还有你给的好 在风中的阳暴 在雨里的奔跑 坐在小船里啊 好 次の目的地を 目的地を描くんだ高良島 最后的地を 最后的地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